第三个呢 唐宋之际的这个转变 唐宋之际的转变 唐宋之际的转变 就是其实和中古时代的那个贵族文化 相联系的这种悲哀的情调和形式的探索 到了这个唐宋那个时代 特别是隋唐之后 因为社会的大变动 我们大家知道 就是这个唐代的一个 现在这个日本的学者很早就提出 所谓有所谓唐宋文化的转型 唐宋文化转型 实际上是从贵族的文化 或者是从贵族的社会 像一个平民社会的这样一种转变 当然这个是一个大的判断 那有很多的这个论证 当然从历史上 历史学的角度 也可以做很多论证 从文学上来看 这个也是有道理的 基本上从唐代 被安史之乱的大变动以后 这个原来的这个整个一个贵族的社会 或者说我前面讲的 这个文学所依赖的那个 那个宫廷的文学 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 我前面也提到了 那个就是 就是义文 现在哈佛大学的义文索安教授 他那个 斯文科文教授 他早年写过两部书 一部书就叫《初唐诗》 一部叫《圣唐诗》 现在这个都有中文译本 他对于《初唐诗》和《圣唐诗》 这个时代的这个诗歌的描述 他抓住了两个 这个他认为是一个 是他的中心线索是这样 是从一个宫廷师到都城师 就所谓从Court Pulcher 到这个Capital Pulcher 就是从宫廷到都城 这是一个放大 就原来的文学的主要的活动是 南朝时代你可以看到 他基本上集中在宫廷当中 到了唐代以后 他开始放大 放到一个都城 那很多人他必须到都城去 在那里获得他的文学声誉 比如他参加科技考试 为当时的那个都城的文学圈子所认可 就像今天一样 你如果想干嘛 你如果想那个 你就要到百老汇去 到纽约去 然后你在舞台上可以获得成功 你或者你就跑到好莱坞去 你想去撞大运 然后在那里获得成功 对不对 他基本上是这样 那现在可能王宝强这样的人 就要到什么恒店去 可能就是你跑那个地方 那么那时候很多人到哪里 就到长安去 对不对 他就跑到长安去 你看李白也去 杜夫也去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开玩笑 写过一篇 报上写过一篇小文章 完全是开玩笑的文章 但实际上是有道理 就是说我当时就讲陈子昂 陈子昂大家知道他摔琴 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 他因为人家不 大家都不了解他 他要照他的名声 他怎么办 他就买了一个很有名的琴 说这个琴 大家都说很昂贵 他就买下来 买下来以后说 陈子昂买了琴 他召集大家来看 来了以后 他把那个琴就砸了 然后把自己的诗稿 文稿传给大家看 说看看我这个文章写得多好 比这个琴好多了 那一下子大家都知道 我当时就开玩笑 我说陈子昂大家知道 他是那个什么四川人 是那个什么摄洪地方的人 这么一个人 我说他如果在家乡摔这张琴 谁理他 没有人理他 他到长安去摔这张琴 这个影响就大了 所以那个时候 是有一些文学中心的那些都城 但是这个都城 其实要比原来那个宫廷要扩大 我觉得这个当然也有不同 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但是我觉得 基本的这条线索是有道理的 就是随着这个贵族 到平民社会的这种扩大 这个文学的活动的场域 文学活动的区域 它在扩大 所以都城可以讲 是一个宫廷的放大 是一个扩大化的文学的圈子 基本上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 而且除了这个文学活动场域 而且文学的人也在变化 就是早期那些人 他都是大臣 我讲了 都是有大臣的身份 政治上有很高的声望 社会有很高的声望 甚至就是贵族 是这样的人 但是到了唐代 特别是圣唐 中唐以后 这很多人就是说 说的把那个鸡川 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 研究中国文学的鸡川姓次郎 鸡川姓次郎 实际上姓次郎 他直接就描述过 他说唐代的诗歌那些变化 很多的人 其实他实行诗歌变革的那些诗人 他并不是六朝的那些文学家 那样的贵族的出生 而是出生于一些新兴的家庭 比如杜甫 杜甫当然他讲他祖上如何如何 但实际上到他这里 他基本上是一个平民的 而李白是个什么人呢 李白这个鸡川就讲 李白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 李白是不是来历不明 李白是来历不明 他到底 但我们现在知道 他出生在岁业 就是在中国境外 对不对 在中亚是哪个国家 我现在不知道 原来是苏联 现在杰尔吉克斯坦 杰尔吉斯坦 在那个地方 他反正出生在那个地方 然后后来说早年回到四川 所以长大的 他父亲叫什么 叫李克还什么 搞不清楚的 做生意的 做商人的 家里大人还是有点钱的 但是他是不清楚的 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人家讲他 就是他是可能是胡种 李白可能有胡人的血统 但是不知道 就各种各样说 我这个都是 我不是肯定 我只是说 杰尔吉克斯坦 他这个是个来历不明的人 是有道理的 但在中古时代 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 所以就发生了变化 发生了变化 但这个变化 很有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些人实际上是一些文坛的外来的人 或者说传统文化圈子 外来的人 促进了一个大的变化 所以斯蒂芬尔文 另外一个讲话 也非常有意思 他说实际上圣唐最伟大的事 我们现在都讲是李白和杜甫 但是李白和杜甫 在当时圣唐的诗坛里边 实际上是外来者 他们是主流之外的 是那个时代 那个文坛的主流之外的人 他们不是 那个真正文坛主流是什么人呢 比如像王维这样的人 那个是主流的 因为他整个就是在这个文化圈子当中 他从他的家族 从他的这个 从小的这个受的教养 和他自己生活的道路 都是在这个圈子当中的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显然的 唐代这时候是发生了一个变化 是处在这样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当中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相对于前边的这个表现 相对于前面的表现 我想是有两个这个 我可以简单的提一下 我想时间好像不是太够了 我非常简单的就提一下 一个是说什么呢 一个是说就是说 那个 相对于前面的可以讲是一种 是一种乐观 洋气一种悲哀 就是说那种情调 它开始多元的发展 它情感开始多元的发展 它那个很难再说是这个 所以后期中国 比如说唐代以后 我有一些偏见 我其实最喜欢的中国古代的文人是三个 有三位 一个是陶渊明 我觉得陶渊明是中古时代最伟大的一个诗人 他最主要的是什么 他伟大是在 他除了有他的情感的表现之外 另外一方面实际上 他是一个有高度理性的人 就是他是情和理 情和质两者是平衡的 那是一个对生命 对自己的生命 对自己的整个生活道路 对非常清楚的一个认识的人 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诗人是非常了不起的 是一个很伟大的 那么唐代其实我很 李白杜甫当然是很好 但是我特别有兴趣 唐代实际上是有兴趣的是白居易 白居易的生活非常的丰富 多样 白居易比较熟 白居易是一个比较熟的人 他是比较代表着一种熟 在一种比较熟的一种 白居易自己讲是中人 他自认为自己是中人 他在这种身份 这种认定之下 他达到他生活的一种平衡 一种平衡的状态 而他对生活的各个方面 对于世界的各个方面 日常生活 他都有他的趣味 而且他都非常清楚 他都非常清楚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然如果一定讲后期 中国整个后期 你说让我只举一个的话 那恐怕就是舒适 那我觉得我对他不研究 宋代以下我不研究 那我其实很喜欢舒适 我很早就读他 那舒适可能比这个白居易 要高一点 很高一点 那他也是一个非常多方面 他有多方面的才能 有多方面的这个理解力 一生其实也有很多的波折 也有得意的时候 但是他基本上能够 把握自己的生活 最后完成自己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像陶渊明 像陶渊明 像白炬 像舒适 实际上都是完成了自己的 我当然这里讲 可能是非常不合适 我甚至认为像李白 从杜甫 其实他们对自己 都没有特别清楚地认识 他们当然是很伟大的事 他们的作品 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那作为这个人来讲 作为这个事人来讲 我觉得他们没有完全地 完全地把握自己的生活 然后没有自己 怎么讲 没有最后完成自己 但是陶 白 陶 白和书 实际上是完成自己的 所以从这个来看 你看 所以白居易 从这个意义上 我可能是个非常偏 偏狭的一个认识 就从白 从后期 从唐代的白 这个宋代的书来讲 他们基本上都不能讲 他们是悲观的人 他们是理解生活当中的有限 也有很多的挫折 但是悲观 悲哀 悲凉 不是他们生活的主调 也不是他们文学的主调 他们是那种包容的 对于生活当中 我上年还讲到的 就是说 他其实是认识到这个世界 人生 这个一生和世界 他实际上是一个悲心交集 就是用李苏彤的话 是悲心交集 他是把这个都包容了理解 都能理解的这样的人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他其实扬弃了这种悲观 扬弃的这种悲观 那么 那个叫什么 如果你们有兴趣 我推荐你们看看 就是林语堂写过那个苏东坡传 那个写的是很好 他那个写他的东西就是说 讲他是一个gay genius 那个英文就是讲 他是一个乐天才子 乐天的天才 他用的词是gay 那那个时候是 现在我们这个gay是 已经比较确定的不好 那他那个原来是 那个gay是有那个快乐的 那种意思 所以他是个乐天的天才 乐天的才子 所以他基本上是这个 林语堂那个写的真的是非常好 实际上写一个人钻是这样 就是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才能够 那个时候好像是莱星 写那个汉堡剧评的 德国的那个莱星讲过 他只有天才才能了解天才 这个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实际上也是一个只有偏才才能了解偏才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刻板的人 你去写这个 恐怕就写不好 写苏东坡就写不好 我想林语堂如果去写杜甫 恐怕也未必写得好 实际上还是要有一个契合的 所以我回过来 就是说林语堂的这种描写 可能是有偏差 可能是有偏差 但是他抓住这个特点 其实是对的 你不能讲苏东坡一生 其实最后扁到海南去了 对不对 最后他回家 回来 最后把他赦免 最后回来 回来走到哪里 走到武进 走到长洲 之后死掉了 是这么一个人 你说他一生的后半生 这样可以是蛮惨的 对不对 但是你看他的作品里面 他能够把这些都化解 能够包容 把这些都包容进去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想讲的一个 这样一点 就是说我认为 这个后代比较典型的 唐宋这个时代 像白剧像苏世 基本上都是这样 还有一个 就是说我简单讲的 就是说 形式对于这个表现的影响 形式对于表现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简单讲 诗来说 诗来说 这个之前的六朝时的诗 如果你读中国诗的诗 那个诗的长度 是没有限定的 那是古体 我可以写20句 可以写15 可以写18句 可以写12句 也可以写10句 所以那个是没有 所以它可以展开 而且它可以展开 这样来写 但是后代的诗 相对来讲 它当然 后代一些排率很长 一些古籍也可以很长 但是唐人很多 它所谓静体 静体它那个句子 就非常短 就非常有限 它知道文字 其实文字和那个表达 始终是一对矛盾 就有的时候 你不知道那个文字 中国过去讲的是 言不敬意的问题 就是你文字 是不是能把所有的 你要表达的意思 都表达出来 一个是那个意思 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元 非常的复杂 你不能只讲一个方面 你只提一点 提一点实际上 就是说把那个丰富性 多指向性 可能就破坏了 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讲形象大于意义 对不对 所以你很难用 这个语言能不能敬意 是一个争论 所以以前的诗 它基本上不太考虑这个 它尽量把它展开 所以极穿 极穿性词上 有个说法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都零星的给大家 它有个说法很意思 它六朝诗和唐诗的差别 是什么呢 六朝诗给你的感觉 是一种持续的感觉 就是你读 一句一句一句读过去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 它是有一个长度 是一个过程 而唐诗是什么 唐诗他用燃烧 燃烧 燃烧就是时间是非常有限 然后他要在有限的时段当中 把那个光彩给绽放出来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当然我用静体诗来讲 只是做一个例子 不是说唐诗以后 就没有那种长的骨体 或者说是 比如说排绿这样的大的作品 那有的 但是他慢慢诗歌 有一个相对 实际上比之前的篇部 相对限制的一个形式的要求 他就要以少总多 对不对 以一种多 他就要用有限的东西来表达 更多的 甚至是无限的内涵 所以他表达的东西 他写得非常简约 他都抓到最 我从最简单的来讲 你即使发议论 发议论他也是 就是一句话 最基本的大白话 这小孩子 只睡了小孩 两三岁的小孩就会背了 李白称州江雨行 混河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那最后这句就是议论 你说他没有议论吗 他也有话讲 那他把前面都是大白话 但是他 这一句议论他就行了 那你如果换一个人写 他可能这个场景 前后他可以写很多 他不写 他就浓缩到 最那个的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来表达 那很多 比如说 还是那个李白的诗 李白的诗 其实诗是写得很好的 这个我前面讲 那个人可能是很 只是对他这个人的观感 不是对他诗 比如说他那个诗 叫故人西池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阳洲 故帆原影 必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大家都知道 别情都在这个 唯见长江天际流里面 但是没有讲 但他这里面就表达出来 他给你一个形象 给你一个画面写出来 这个德国的那个顾斌 你们知道吗 讲中国当代文学 是垃圾的那个老兄 顾斌 顾斌说他原来是学神学的 读了这首诗以后 中国诗真好 所以回过来来读唐诗 研究汉学 所以这个顾帆原影 必空尽 他就非常用这个形象来写 用一个形象来写 实际上这种东西 就是说 不仅仅是唐人这样做 之前就已经有这样做 之前已经有意识到 像陶渊明 我想陶渊明实际上 是非常了不起的 陶渊明那个诗 我前面念了几句 大家看到 杰卢塞人尽而无策马圈 问君和能耳心远地之偏 采居东临下 悠然见南山 这个叫什么 三弃日息家 飞鸟相与缓 始终有争议 欲变以妄言 对不对 始终有争议 欲变以妄言 他实际上也就知道 争议是什么呢 他觉得没法讲出来 没法 他这个诗当然是比较长 你一看就可以知道 这是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持续 对不对 但是他实际上也意识到这问题 就是文字不能够 把完全的这个意思表达出来 所以他告诉你 三弃日息家 飞鸟相与缓 对不对 他会告诉你 三弃日息家 飞鸟相与缓 这个场景 始终有争议 欲变以妄言 我没法跟你讲 你自己去体会 什么叫做三弃日息家 飞鸟相与缓 实际上三弃日息家 是什么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完全符合 这个自然的一个 日夜 昼夜的这样一个 轮转的这样一个节律 对不对 那鸟们当然早晨飞出去 晚上要飞回来 卷鸟自返 木龟的这个鸟 这个意思 当然我觉得解释了 我解释可能也只是一个方面 或者说 只是非常有限的一点 两点而已 那他把这个图像呈现出来 所以这样一种 就是说 因为一种形式上的一种要求 使得这个表现 这种 这个也是我们值得注意的 值得注意的一点 那么之后呢 我们还有简单的 我后面 是不是我简单的讲一下 好不好 能那个吗 能稍微多一点时间 可以吗 我简单的讲一下 需要再讲 就是说这个 再晚将就是所谓的近视了 这个近视 基本上可以讲 这个是 比如说宋元明清 宋元明清 以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非常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说之前的文学 我可以讲 之前的文学 基本上是什么 基本上是以 富和诗为主的 从汉代到唐代 基本上是富 富的势力大 诗是其次 后来慢慢慢慢 从富转移到诗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过程 基本上这么一个过程 诗富是主要的文学类型 但这个中唐以后 实际上开始文学的类型 或者文学的体裁 开始多元化 非常的丰富起来 那个时候 除了诗 这不断的发展 富当然还有人写文章 当时所谓古文运动 对不对 古文运动 便文当然还有 那古文起来 寒柳这些人开始写古文 甚至有的人认为词 有的人认为 唐代是没有词的 但是实际上 我们现在如果要追究词的话 实际上也是找到那个时候 那李白那个词 到底是不是 这个平临默默 燕如芝 有些人认为 那个不是的 不是李白的 这个不管 但是你比如说 像刘雨昕 像白剧 什么都已经开始写了 江南好 奉进旧城安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词的时候 也开始发展起来 古文开始发展起来 那很多这个时候 都是 可以多元化 比如说还有那个传奇小说 就是唐代的那些小说 唐代的传奇 如果你们 当然这个学期我们不会学 下一学期我们讲到 唐代传奇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 唐代实际上很多的小说的发达 那些重要的一些篇章 早期当然是有 但是主要都是中唐以后的 中唐以后 那个传奇开始大发展起来 作品越来越丰富 所以就是说这个变化 就是中唐以后 其实是在文学上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多样的文类都发展起来 而且多样的文类到后来 都不断地延续 都在持续 到后代诗文词 这些都在发展 都在发展 那个小说传奇 这些都在发展 那么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说实际上 你如果观察唐 宋元明清 当然我不专门研究这个 我所知非常有限 但是你可以看到 元明清以后 唐和宋 唐那个时代 实际上可以讲是 中国文学的第二个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 就是那个亚斯贝斯讲的 他从历史上来讲 这个公元前几百年当中 比如说当时的 这个西方 中国 印度 差不多都是那个文化发展 文化的突片 那个brick through 他那个正好 这个突破 文化的突破 然后造成 确定了之后 那个文化的走向和类型 那实际上用这个 如果轴心时代 用这个概念来讲的话 我觉得中国文学的 一个轴心时代 当然是在先秦那个时代 很多都是那是发源的 那诗经 后来人都会讲诗 诗的传统是什么 诗骚的传统如何 还有一个很重要 实际上就是唐人 很多人都会讲唐 你到后代 明代人清代人 一天到晚就争 到底是唐诗好 还是宋诗好 你是写唐诗的 我是写宋诗的 对不对 都会这样证 对宋代人来讲也是这样 宋代人就是说 他诗歌 他是两个很有意思的 他的古文运动 实际上是 他的文章来讲 他是延续着唐代往下发展的 当然唐人的文章 唐人文章实际上很不好读的 你读那个韩语的文章 读那个杰曲奥牙 远远没有便文好读 因为你知道古人 那个时候是没有标点的 你说没有标点的 便文的句是整齐 你一下就点断了 那个散文的话 你去点点看 很麻烦的 没有标点的很简单 你真的要去读那个 没有标点的 这个古文 古文要比便文要难 难读得多 但是到后来 到宋人是什么呢 宋人的文章开始 唐人的文章 像韩语的文章 还有一点这种怎么讲 这种硬 还是比较硬 还是比较特别的那个 但宋人就开始走到平易的路 开到这个 读起来就是比较那个了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说 文章来讲 宋文是 沿着唐文的道路往下发展 这样子顺着往下来的 但是宋诗是对唐诗怎么 实际上是反的 那是反的 就走另外一条路 所以唐宋诗优劣 一直是后来争论 对不对争论 就是说宋人 其实说唐诗那么了不起 他那么高的成就 那我们怎么办 我完全一步一去也不行 所以他就要追求宋代的 特别的风格 宋调 他要建立他自己的那个风格 所以他诗是跟文是相反的 但是你们知道 不管是顺的继承发展也好 还是逆致的反抗也好 实际上都是影响的表现 都是影响的表现 所以唐代 还是唐宋 实际上我觉得 一直到明清 大家都在争 到底是诗必胜唐 文必秦汉 到底是唐代好的文章 还是唐宋的文章好 还是秦汉的文章好 到底是学哪个 有的人说 到底是学唐诗好 先宋诗好 实际上都标志着唐代 或者唐宋这个时代 实际上是中国文学的第二个轴型时代 它对于后边是有典范意义的 你后面的文学发展道路 怎么选择 你延续怎么样的传统 实际上很多人 他都要回到唐宋 那时候去考虑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从中唐时候 这个时候开始的 所以我想 第一个我想是 多样的文体的发展 对后来的影响 和它这个轴型时代的这样一个意义 轴型时代的意义